最近科兴新冠疫苗风波不断 网上众说纷纭 在接种疫苗之后 有说被查出白血病的 也有600名儿童家长在网上发求救信的 说孩子们纷纷集体确诊了E型糖尿病 上述问题是否真的与科兴新冠疫苗 存在关联性 尚需证据 但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 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5月22号 一封关于北京科兴生物违法犯罪的举报信 在网上炸翻了锅 客观的说 目前举报信的内容并没有给出坐实的证据 我们就当内容来了解一下 有人实名举报科兴公司及其股东管理层 隐瞒科兴疫苗只是实验疫苗的可能 放任受众者患病或死亡 且隐瞒治病致死的数据 有大发国难财的嫌疑 举报信中还提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 至今一年过去 科兴公司仍没有公布副作用 并发症 后遗症 死亡率等等 而对标辉瑞鸟已经在美国法院被迫公开这些数据了 令人大跌严禁的是 不良反应高达92页之多 抗体产生的有效率仅有12%左右 而目前为止 科兴生物对以上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以上一系列让我对这家公司产生了无限的好奇 于是我查阅了他的股权结构 惊奇的发现 他的注册地位于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 前十大股东 除了创始人尹卫东 其余全都是外资机构 且已在纳斯达克上市 我们再来看看他2021年的财报 营业收入高达1280亿 增长了37倍 净利率是956亿 增长了78倍 且他在财报中也直言了 公司销售额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冠疫苗 956亿是什么概念 比国内房地产行业前十名的龙头鞋 加起来的利润都要高 且超过了中石油和中石化 是股份制银行龙头 招商银行的2.5倍 而净利润率是75%是什么概念 四大行和苹果公司同年利润率也就33%左右 可以说科兴控股的暴力程度 堪比毒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这样一架开足马力的印钞机 在中国加工生产 吃着中国医保基金的财政红利 利润却大多流向了国外 因为股东都是外资嘛 我不禁要灵魂三问 为什么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 还不出来回应 为什么出钱出力的是咱们 最后要便宜了外资 为什么风险由我们承担 收益给外人分享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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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